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 今天呢让我们来探一个在尔湾东木小区的非常不错的一个刚刚上市的二手房 那这栋房子呢是四房4.5位,3539尺 占地4800尺,售价呢是189万5000,建于2017年纯独栋别墅 它的位置呢非常的好,它在一个库德塞的尽头,旁边呢只有一栋邻居 对面呢便是社区公园,走路去旁边的trio呢仅几秒钟的时间 那这个新房呢它的附近,最近要开一期尔湾公司的全新的盘Fresco 想必大家已经听过大名了吧,那这个盘呢它会有六种固形 2200尺到2800尺之间,那这一边东木小区呢它是以它非常方便的交通 还有非常优质的学区出名,这边的治安环境都不错 学区呢是十分九分和十分,堪称是尔湾最好的学区了 好了,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吧 首先这栋房子呢它的外观是非常经典的 尔湾这一边比较现代简洁大方的一个外观 那一进门呢左手它是有一间,左手边是有一间套间的 并且进门呢是有挑高顶的门厅设计 这一种呢让人一进来呢就会觉得空间非常的开阔 这个户型呢它是私房4.5位,适用于大部分的家庭 那这一栋房屋呢它是2017年建的,它整个的保养都非常的好 全屋的油漆色呢是现在很多样板房喜欢使用的这一种暖灰色 那这一间是套房,套房的尺寸呢还是很大的 那全屋呢都做了木质的shutter,木质的百叶窗 那么木质的百叶窗呢一般要比塑料的或者是卷帘的更加贵一些 可见这个屋主人呢是在房屋装修上下了心下了功夫的 那往前走呢这一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 非常实用的一个开放式的三厅相连的户型 厨房客厅还有餐厅相连 那么中导呢是对着餐厅和院子的 这一边呢储柜是足够多的,是木质的储柜 那这一种储柜呢看起来简洁大方百搭 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家具 那可以看到这一边的炉头油烟机这一些设施都是非常新的 并且也是名牌的啊 上面还有美式pancake的电路 冰箱呢也是包含的是嵌入式的加宽的双开门的冰箱 这一边呢为车库的入口 车库一进门呢还有一个储物柜可以放置一些杂物 这栋房子呢它的院子是4785尺 在这边新房呢属于一个中等偏大的占地来一经市 那它是2017年的房子,保养的非常不错 那去往院子呢有一个双开的拉门 可以看到它这边的院子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简洁大方的 铺了水泥砖,中间呢配有甲草的原液 那么旁边呢种了绿化的植物 这一种院子呢不仅简单,美观,简洁大方 而且呢非常的好打理 那只要这些树再长高一点呢 相信院子里面的隐私性 还有院子里面的环境给人的感觉就会更加好了 院子里面呢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阳光防空间 可以在这边喝喝茶,吃吃饭 甚至是挂一台电视,看看电视等等 动物小区呢在尔湾是属于比较中心的地带 它的交通呢是非常方便的 周边的商饮啊,餐厅啊,设施啊 还有超市什么的都是非常近的 所以在这边居住呢不仅是学居好 出行也很方便的 那这边的物业费呢是135块钱每个月 虽然它不是铁门社区 但是动物小区整体的治安是非常不错的 那135的物业费呢 你想有会所,公园,泳池,网球场等等的 必不可少的居民设施 楼梯呢贴心的采用了地毯的设置 做到了非常的防滑的保护啊 那一上楼呢,二楼它是一个loft的空间 这个loft更加像一个房间 开了四扇窗户 同样做了木质的shutter 全屋的木质百叶床 这个loft的空间呢有很多种用途 比如说书房啊,家庭室啊,游戏室啊等等 许多小孩子呢可能喜欢在二楼这样一个空间来玩耍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空间呢是很多家庭必不可少的一个位置 旁边呢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呢是很大的尺寸 那里面呢有足够多的柜子可以置放杂物 还有一个水池可以熟悉一些不方便机器的衣物 那这一个呢是空调的滤网 那购买二手房的小伙伴呢要记得滤网要定期的更换呢 你可以去home depot那边来买相同尺寸的滤网自行更换便可 主卧呢尺寸非常的大 同样是使用暖灰色的色调配着白色的木质百叶窗 非常简洁百搭的颜色 每个房间呢都非常细心的挂了水晶吊灯chandelier 可以看到这个屋主人的眼光还是非常的典雅别致的 这个浴室呢也是做过升级的 从浴室的地板墙面台面到镜子的箱框都可以看到全屋的升级 这边还有一个超级大尺寸的主卧衣帽间 不如是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行打造一些柜子 让空间收纳呢更加的合理 也使整个房间更加的美观 做到非常高档次的那种感觉啊 那主卧这边呢挂了一些简单的画 就是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加的典雅大气 如果喜欢多木小区大户型一点的房子呢 就可以考虑这栋二手房 整体保养非常不错 基本达到了另包入住的效果 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呢 就无需再做其他的装修 那如果觉得这个户型较大 想想要小一点的户型的交伙伴呢 可以等一等这个Fresco的新盘啊 那它2200尺到2800尺的尺寸 大部分是四房的设计 也是非常的适用多种家庭的 并且Fresco这边呢 它也是超级好的学区 那这个盘呢也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二手房的旁边 非常近非常安静 且绿化又很好的一个小区 去哪都特别近啊 那这个Fresco呢距离开盘也是越来越近了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尽早联系我 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些资料 这样呢在开盘前就可以提前上等待名单 到时呢就可以优先选好地块的好房源哦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话要尽快联系我喽 我是Mina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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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